当大家看到这样的器物,第一感觉它像什么动物呢? 有人说它翻不下,既不像牛马,也不像猪狗,但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,这就是我国陕西出土的国家级珍宝,赤金走龙,可以说这样的珍宝能够留存千年,已经是相当完美, 但就是这样的西式珍宝竟然被盗窃分子给盯上,原本出土了十二条赤金走龙,现如今只剩下了六条,被偷盗的赤金走龙在失去三十年后,至今没有线索,这也是陕西考古史上最大的耻辱,那你知道金龙是如何被窃贼给盗走的吗?点个关注点个赞,我们接着往下看, 要知道,这十二条金龙都是纯金打造,精细程度已经达到了站在水面不下沉,当时就被堪称我国古代顶尖的艺术珍品, 1970年,陕西西安著名的何家村教葬里面出土了十二条赤金走龙,从外观来看,这十二条金龙身材纤细,造型奇特,最让人嘖嘖称奇的是, 这些金龙可以站立在金箔之上,金箔却还能漂浮在水上,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 在1975年,陕西历史博物馆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盗抢案件,其中六条金龙和包括刘金花纹,八角碑在内的一部分重要珍贵的文物世界, 这桩大案一直到现在,还未能破获,但是从此以后,余下的金龙被国家封藏了起来, 而这一封藏,就不长不短的过去了三十年,那么,这个被国家重中之重保护起来的金龙,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历呢? 原来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十月份,当时的西安和家村是个大工地,工人在和往常一样作业的时候, 没想到一产子下去他方引发出一个黑洞,这个发现,迅速地引来了周围工人的注意, 于是大家共同挖掘,挖出了一个高0.65米,直径0.6的大缸,再把大缸搬回办公室之后, 让人没想到的是里面居然有大量的精气和玉器, 于是工地方面立马通知了陕西历史博物馆,在相关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之后, 确定这是唐朝时期达官贵人的轿藏,所谓的轿藏,就是古人给后人留下的宝藏, 但是安置方法一般都是埋在地底,随着挖掘面积的扩大, 和家村地底挖出了两个瓮器和一个罐子,打开一看, 里面金银玉器等贵重文物多达近五亿千件, 从相关文物的制作和精美程度来看,其拥有者必定是达官显贵, 在随后的进一步清点之中,考古队发现了所谓的十二条金龙, 这个消息立马轰动中外考古界,从外在的造型来看, 这些金龙和传统认知里面的龙造型可谓是大相径庭, 金龙龙身纤细,呈现线条形状,脖子细长,最大, 而测算具体的数值来看,这些金龙基本上都是四厘米的长度, 高度为两厘米到二点八厘米不等, 此外,虽然造型小巧,但是龙身的雕刻一场精美,有板有眼, 并且,这些金龙都是呈现战力的姿态, 不过让人嘖嘖称奇的是,这些金龙的站姿每一条都是不一样的, 在刚刚出土的时候,小金龙被封存在一个银制罐子里面, 里面虽然有液体,但是金龙却可以站在上面的一片金箔上, 那么,这些金龙的由来又是什么情况呢? 并且,为什么要把金龙放在银制罐子里面? 首先大家都知道,唐朝的皇帝都性里,从创立唐朝开始, 唐朝皇帝就自认为是老子李尔的后代, 并且对于道教十分推崇, 从相关的金龙摆放样式,以及密封储存在银制罐子里面的情况来看, 当时的有关方面专家认为,这十二条金龙可能就是道教祭祀的产物, 并且这种仪式叫做投龙祭祀, 而相关的祭祀过程,就是将法器投到水里面或者埋藏进大山之中, 以此来祷告,祈求大唐江山永固, 在进一步的鉴定之后,这十二条金龙被确定为一级文物, 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, 并且在1971年的7月,恰逢国家重新开放故宫, 以及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到访, 十二条金龙以及相关的荷家村文物是重头戏, 这一次的展出,也让这些文物扬名四海, 但是人怕出明珠怕撞, 小金龙的消息,也让其成为了被偷盗的对象, 在这起震动全国的文物盗窃案子发生之后, 立马引起了国家方面的高度重视, 但是要知道,这是在50年之前, 相关的监控设备以及报警系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, 防盗全靠狗,传唤全靠吼的年代, 鉴于当时所拥有的条件, 虽然国家组织过大规模的搜查, 可是这六条小金龙仿佛就是人间蒸发一般, 当时就有人提出, 应该加紧对于博物馆内部人物的调查, 因为很大可能的确是内鬼所为, 这个推测自然也有很一定的道理, 因为只有熟悉金龙摆放位置, 才有机会在博物馆内部下手, 此外, 在盗窃案子发生之后, 现场丝毫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, 如果说偷窃者来自外部, 实在让人有点感到不可思议, 在这一次的偷窃发生之后, 国家也是加紧了在外面比如古玩交易场所, 以及内视的文物点的布控和监视, 但是让人吃惊的是尽管找遍了一切有可能存在的地方, 但是丢失的金龙依旧石沉大海, 也就是说, 在这些金龙失窃之后, 甚至有可能就没出现在流通的世面之上, 并且相关的专家对于金龙的价值做过一定的评估, 在综合计算下来之后, 无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文化文物价值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, 在相关的盗窃案发生后, 但是在侦查又不了了之的情况下, 国家决定把金龙安排安置到了北京, 并且秘密地隐藏了30年, 这期间, 任何的展览和展出都和这些余下的小金龙没有关系, 一直到了2006年, 当时北京举行相关的北京文物展览会, 封藏了30年的小金龙, 才重新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面, 从相关的展示细节可以看得出来, 虽然历经千年, 并且被秘密地安置埋藏了30年, 但是在重新出现后, 小金龙依旧金光闪闪, 目前, 这剩余的6条小金龙, 被安置在陕西的历史博物馆里面, 也是相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